打开中国电视室 综艺节目 哎哟 整人片呢 那个时候有一段时期啊 综艺节目都采取不唱歌的方式 因为听说唱歌会转台 这也不知道谁规定的 说那时候的综艺节目 全部要变成玩游戏 而且一定要玩整人的游戏 好像不把人整一整呢 你节目就不会红 所以那个时候 整人游戏在综艺节目里面 是非常重要 好 你看这个节目叫欢乐连环派 也不知道谁取的名字 真难听哎 好 然后你看一个新的玉女歌星上节目了 你看看多漂亮的小女孩啊 然后你看宣传在旁边 一顿介绍 要介绍给制作人 好 一顿大哥大姐叫吧 大姐好一鞠躬 大姐好二鞠躬 大姐好三鞠躬 人都快跪一下 我的天快起来吧 干什么呀 唱歌又不要那么求人 好的你看看 一顿介绍之后 然后宣传就把它推上台上去 赵丽要介绍给主持人 介绍给这位主持人 哎呦这位主持人 天哪 这位主持人有点可怕啊 他会摸到歌星的小手 然后不可以 不可以 谢谢 好的 然后主持人呢 当然会给他介绍一下 你以后上节目 记住要怎么样怎么样 首先 你要喜欢我 你喜欢我吗 女歌星只好说喜欢了 心中一阵暗恨 然后说 我跟你讲啊 你要喜欢我 然后跟我一起做 懂吗 哎 你那手干什么 手拿下来 好的 小女歌星很开心 第一次上节目 你看看 头发吹得多整齐呀 你看看 你衣服穿得多漂亮 从小的梦想就想做 你这脚怎么搞的 太紧张了 从小就想做歌星 终于可以做歌星了 开心的嘞 好了 接受导播喊 五四三二一 跳了 看看 我们欢迎 红豆竹 哎呦 准备唱歌了 从小的梦想 就想做歌星 筹备了半年 训练了一年 准备唱歌了 小说梦想就要实现了 要开口唱歌了耶 啊 哎 怎么咔了呢 哦 我想起来了 我说过 那时候综艺节目 不流行唱歌 因为听说一唱歌就转台 所以只好玩游戏 好了 准备开始玩游戏了 小女歌星也快傻了 那时候综艺节目 玩游戏 主持人一定要套一个帽子 一定要说得很有理的感觉 主持人说 当歌星 为我让最重要 这个游戏啊 练肺活量够不够 现在请你把杯子里面的乒乓球吹起来 咕哩咕哩 这是什么游戏啊 练肺活量怎么跟吹面纹有关系 吹一把那怎么办呢 要唱歌嘛 吹一把 不吹不能唱啊 哎呦 天呐 哎呦 我的天呐 哎呦 怎么变这个样子了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游戏 多无聊啊 时间到 哎呦 就变这个样子了 好了 现在准备玩第二个游戏 第二游戏那时候也很红叫老实数 就是让歌星能够说实话 主持人开始问问题 如果歌星答得不对的话 树就会倒 哎呦 这也答错了 问题多无聊啊 第二个问题你听 你会不会唱歌 会 乱讲 哎呦 歌唱都不行了 歌星当然会唱歌了 好第三个问题是 你长得漂亮漂亮 漂亮 哈哈 叫死人了 哎呦 完了 这可犯罪犯大了 你看 树一直倒哎 你看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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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歌星快哭了 我的天呐 好了 第三个游戏 哦 你这个一直不肯说实话 没有关系 第三个游戏啊 你们要知道 单歌星啊 台风很重要 走路的知识一定要正确 这个游戏吃了你走路的知识 来 过来这边 哎呦 你看看 你看看我们这时候宣传的脸 都快赏了 训练这么久的歌星 怎么把歌星送上节目 被整成这个样子 好 你看看女歌星 要走平衡物 这个游戏叫做水上平衡感 过来过来 哎呦 可怜哪 然后这时候 主持人还会告诉她一个难题 她说 别走 别唱歌 别唱歌 这哪是上节目啊 这是上屠宰场嘛 好了 小女歌星两条小鸡腿 你看多可怜啊 唱吧怎么办呢 哎呦 好可怜啊 哎呦 一身是水 天呐 赶快拉出来吧 哎呦 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难道这就是小时候的梦想 当歌星的梦想吗 好了 人也摔水瘾了 主持人你让她唱歌吧 我们欢迎红道主 哎呦 终于开始可以唱歌了 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歌星 你看看都快唱平剧了 脸都变成小花脸了 全身湿答答的 然后开始唱吧 怎么又卡了 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 各位朋友 欢迎收看欢乐联盘班 什么太好听了 嘴都还没张呢 就太好听了 节目也结束了 我的天呐 你看多惨的 宣传也上了 对不起啊 小歌星 对不起啊 你说话呀 你快说话呀 太惨了啦 哎呦 太惨了啦 制作人一直道歉 没办法 谁叫观众喜欢看歌星被整呢 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综艺节目整人片 中国电视时 现在的综艺节目好一点了 因为最起码 已经把歌星当人看了 不容易吧